你 给 我走 奇怪 我怎么又上热所了 眼不见为惊 吃一个 好 好 喂 妈 瑶瑶 你最近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们不问你就不说对不对 我 我没事 那谁 都已经帮我解决了 瑶瑶 你可真沉得住气呀 什么沉得住气 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们这两天在训练呢 抽车搜 准备比赛 很忙的 还装呢 你和你们队的那个队长 怎么回事啊 那个嘛 什么这个那个的 你这几天 有空赶紧回家一趟 把那个小陆爷一起带回来 我就说那小伙子不错 这人长得帅 学历又高 我一看就喜欢 什么乱七八糟的 瑶瑶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不赶紧回来 我和你妈 就去你们战队的基地 干开你 别别别 我们这两天准备比赛呢 我 周末回家 好吧 行 记得把小陆一起带回来啊 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她很忙的 行了 就这么定了 我 那个 我妈说 让我周末 周末回趟家 周末 你也好久没回去了 我跟小蕊说一声 我妈 我妈还说 让我带你一起回去 好啊 来 把最后一口吃了 还要吗 要不还是算了吧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太紧张了 我还没准备好 下次 下次你再来 他们 妈 杨阳 小陆 阿姨好 这孩子 怎么不进屋啊 快进来 老头 他们来了 快进屋 别愣着呀 赶紧把鞋换了 人家第一次来 好好照顾人家啊 桌上有吃的 水果啥的 给他拿点啊 爸 我回来了 叔叔好 你好 爸 这是你买的呀 咱们家电脑 早该换新的了 还是雷蛇的呢 爸 你行家啊 你看什么呢 都不理我 等等等等 爸 你居然在看游戏直播 是啊 还不是为了 赶上你妈的脚步 你妈现在可厉害了 都快赶上 半个专业的了 爸 你买新电脑 不会也是因为我吧 想多了 最近网上在搞活动 已旧换新 我就拿我们家的旧电脑 添了一点差价 换了台新的 怎么样 这么是吗 你也教教我呗 正好我想换台武器手机 你看 这武器 和原来的不一样吧 爸 你买了新电脑 怎么不装上试试啊 那天送货的时候 正赶上我出门 约了 改天过来 别改天了呀 诚哥 快 发挥你作用的时候到 杨阳 过来帮我把菜洗了 好好表现 叔叔 我来帮您装吗 爸 您要我来帮什么吗 你会干点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会 妈问你 你跟那个小鹿 是不是一开始就好上了 那时候我跟你爸去基地的时候 就觉得这孩子吧 看你的眼神 跟别的男孩子不一样 什么眼神 就是一种 这个东西 是我的 明白 东西 你们上次去不是没这么接触过吗 没接触过你怎么知道 那当然 妈可是老战士 你们这点小心思 能瞒得过我呀 好了好了 妈 别说了 好了好了 妈 玩笑归玩笑 你过来 妈跟你说正经的啊 不管你们现在年轻人 有多自由 多开放 可是女孩子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在没有发生意外之前 妈啰啰啰嗦地提醒你 可真要有什么意外 一定要跟妈妈说 妈不会怪你 妈会帮你的 所以千万不能自己乱来 答应妈妈 你好了 知道了 知道了妈 还害羞呢 拨算去 好 喝茶 谢谢叔叔 叔叔您坐 已经弄好了 您看看 这么快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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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瑶的手是不是好多了 她手已经好了 叔叔您放心 我们家瑶瑶表面大大咧咧 实际上呢还是挺敏感的 眼睛里绝对揉不得沙子 对待感情 非黑即白 非黑即白 叔叔 我了解 你们俩在一起 我不反对 但作为她的父亲 我必须要当面和你确定一下 你是不是认真的 有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你们的未来 还是一时兴起 我知道 你们搞职业的有很多女粉丝 特别是像你这样的 如果 是那种无所谓的态度 我就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咱们俩 咱们俩 丑话说在前面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女儿 这个我必须要你确定 叔叔 您放心 我一定会对她负责到底 毕竟 像童谣这么好的女孩 我再也遇不到了 好 丑哥 你到底跟我爸说了什么 什么说了什么 我都听到了 你听到了什么 我听到你说 我打着灯笼也难找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 你说你会对我负责到底的 什么 靠近点说 听不清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老婆 嗯 怎么还不上朝睡觉 去去去 这在几点啊 练你的尸神去 我还要学习呢 看哥毕业的视频啊 别闹 问你个正经事啊 你觉得你这个年纪还行吗 我怎么不行了 你看你这脑子里面一天天装了些什么东西啊 我是说你这个年纪打职业 你的反应速度啊 控制啊什么的 和你十几岁的时候相比 有什么变化吗 哦 你原来问这个呀 变化肯定是有的 所以每个职业选手越到后边就越拼命练习 毕竟我也不是小奶狗了 所以啊我要开始计划培养下一批小狼狗了 什么意思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怎么啦 一夜没睡啊 昨晚查自聊查得很晚 刚刚还在等一个导师查的朋友 后来啊 跟一个刚刚回国的投资人 聊天聊出了灵感 我现在在做上